何俊仁議員 主席 我在這個議會 今年是18年 97年不計 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18年裏面 我自己覺得今天這個會 是開得最差最令我們丟架的一個會 我從未見過 有這麼多議員 這裡有20多個 是要一起起兇 一起發怒 一起大聲喊出來 其實我們都不想這麼做 不過呢 忍無可忍 我開頭只是以為 主席可能經驗不太夠 但後來 這兩次看清楚 對不起你連主持會議都可能很基本的規則 你都不熟悉 人家說到規程問題 你可以說放在一旁你都不會聽聽 你看大主席不會這麼做 大主席起碼都給你說兩句 知道什麼規程問題 譬如可能 人家叫你點人數 人家叫你點人數 告訴你 現在馬上休會 這些行為全部可以先行的 我又說學生會 學生會 我們以前 如果不熟悉 議程 就不能主持會議 但今天 更甚的一點 竟然還不公道 連投票的時候 明明一分鐘突然急叫 我們已經很驚訝 但竟然 到了一分鐘點票的時候 很明顯 你在這裡拉拖 等建制派的人回來 坐定投票 我從來沒試過這樣的 我沒見過這樣的做法 如果今天我們可以 遞議程上來 罷免你 要你下台 我今天立刻做 不用想 不過我真的很相信 搞到議程是這樣的 有時候也不是說 議程的內容 當然你的裁決 有很多事情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但是也不要說那些事情 就是講主持會 最基本的事情 竟然是完全完全 違背了 多年來 我們一些良好的做法 我不知道怎麼下去 主席 不過無論如何如何都好 今天投不到票 接下來的一個禮拜 我希望會有 一個好的開始的良好的互動 整個東北計劃是很多問題 梁振英肯定是好大喜功 另外也是 不是以人為本 而是以發展商為本 將會這樣害死香港 是相當火 我們想說 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